来关注的是大陆甘肃发生了规模6.2的强震 那么最新的灾情状况又是如何呢 我们交给真容 大家早安 全球现场我们先带来看到这最近消息 这是刚刚就是在昨天深夜才发生的这一起天灾 在中国大陆的西北部 在昨天深夜发生了规模6.2的强烈极浅层地震 目前最新知道的死伤人数是至少有111个人罹难 而伤亡人数还在持续的攀升 首先先来看一下大陆媒体的报道 昨天的23点59分 在甘肃临下州基石山县北纬35.7度 东京102.79度发生6.2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兰州定西临下等地震感强烈 震中5公里范围之内平均海拔约2787米 震中距基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8公里 距临下市42公里 距永静县53公里 距兰州市102公里 木记者称地震灾区的部分房屋出现了裂缝损毁 部分山村的道路出现了裂痕 部分村庄停水停电 好来看到这是大陆媒体东方卫视所提供的画面 许多民众遇到这个强震当下都是立刻夺门而出的 这起强震的主震持续是大约20秒 就发生在甘肃省的基石山县 好县城周遭的附近的一些平房都是因为这个强震的关系 所以倒塌另外有发生像房屋的天花板垮塌 还有墙壁应声倒地的恐怖状况 而现在大陆央视的报导 基石山县当地的气温只有零下10度左右 现在呢目前记录到余震已经有140次 好当地的天气是相当的寒冷的 就有非常多的民众呢 在说他们事情发生当下简直是吓坏了 好顾不得户外天气非常寒冷 就赶快抱着小朋友直奔户外空地来逃难 好目前当地的搜救团队还在持续的搜救当中 希望可以把握黄金时间救出幸存者 而稍晚也会有更完整的报导 好我们就带您来看一下 在昨天在甘肃的零下州基石山下 就是发生在昨天晚间大约是10点59分的时候 发生规模6.2的强震 目前知道有超过百人死亡 近百人受伤 当地居民都表示说 这是他们近期感受到最恐怖的一次强震 好透过当地居民提供的这些检死器画面 可以看到这个强震来袭 瞬间天摇地动挂灯被震落倒地 那很多居民发生当下根本就来不及反应鸡声尖叫 目击者就指出这主阵持续大约是20秒钟 当地的多栋防务受损屋顶跟墙壁倒塌 有幸存的民众就惊恐回忆到 当时余震不断差点遭到活埋 而根据大陆官媒央视的报导 大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已经针对甘肃地震仪式 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开展搜救 并且要妥善安置受灾户 要尽最大的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而同时间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做出相关的批示 好另外来关注到也是另一起天灾 这是发生在冰岛的西南部雷克亚内斯半岛这边 从10月开始当地的地质学家就侦测到地震活动是非常的频繁 而当地有很多的科学证据显示火山是蠢蠢欲动的 而根据外媒路透社跟美联社的最新画面可以看到呢 当地的火山喷发已经开始了 好透过这个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呢 整个现场呈现了一片橘红色的光景丸如是世界末日的景象 相当的惊人而喷发的火山就是位在冰岛的西南部 哈加菲尔附近的火山 喷发的时间是当地时间的18号深夜10点多 地方当局因为很担心说这个半岛会爆发大规模的灾情 所以赶紧撤离这个周遭的一些城镇 大概有4000名的居民已经提前疏散了 并且关闭附近的地热温泉 好另外要来看到是东北亚的局势 这北韩呢可以说是蠢蠢欲动 在台湾时间17号跟18号短短的10个小时之内 连续向日本海发射了两次的飞弹 北韩现在就怒劈了美国的核资潜舰密苏里号 17号才停靠到南韩府山这边 这个举动根本就是想要预演核战 而另外日本则发出警告 北韩飞弹的落点范围已经可以涵盖整个美国 北韩在台湾时间17号晚上9点42分 朝向日本海发射一枚短程弹道飞弹 短短10小时内北韩在18号早上7点42分左右 再度向朝鲜半岛发射飞弹 双方各说各话 北韩谴责美国派核潜舰停靠釜山 等于是预演核战争 而南韩也指控北韩的行为是蓄意挑衅 必须立即停止 事实上这已经是北韩今年第20次发射飞弹 韩联社报道北韩恐怕是在抗议美国和南韩 敲定明年将举行联合军演 而日本同样强烈谴责北韩的作为 日本推估这次飞弹飞行的时间大约73分钟 最后掉落在日本北海道250公里的外海 而且射程超过15000公里 威力大道甚至可以涵盖全美国 日本就针对北韩的行为 透过驻北京大使馆向北韩提出严重抗议 同一天日本也向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通话 美日韩三方将进行紧密的军事沟通 维护朝鲜半岛和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记者综合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